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数字有下降的迹象 昨天就是6000多例 政府以正面的态度去看这个数字回落的趋势 每个部门也在积极地研究 定力下降 让我们有什么的空间去改变针对机场到港的安排 我们有什么的空间去做调整 每一个部门也在积极地研究 我们会尽快做决定 一旦有决定就会公布 但是我想强调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 其实是在能管控疫情走势 会让香港有最大的空间去联通世界 去减少来港旅客的不便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 第二 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老人 小孩 要保护好他们 所以 接种疫苗是 已经有共识 是要保护家人 保护大众的措施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特别是在周末的期间 不同的部门 也在做功夫 去积极推动疫苗 他们探访乌村 希望可以劝福长者接种疫苗 隔界也在努力 公务员如果带他们三岁以下的子女去打针 会可以享有半天的假期 我们也希望商界会仿效这个做法 在管控疫情方面 特区政府其实是明白 我们要控制疫情 同时也要让社会有最大的空间 做正常的活动 经济活动 也让香港联通世界 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也要减少旅客到港的不便 我们是有一个正面的态度 去看疫情下降的走势 也希望我们有最大的空间 去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部门 会有序的确保我们的措施 会顺利的推行 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 也把方便度达到最大 这是我们一致的方向 希望我们不用走回头路 现在回答提问 请大家提问的时候 使用我们的话筒 介绍你的传媒机构 每一位的提问不要多于两条 左左手旁 穿黑衣的 我是NOW电视 近日听到有人说 是否入境检疫会放宽到零加七 有什么条件 同时会否取消 旅客登机前的核酸安排 也有人提议就是 旅客到近的时候 要安装一些追踪的城市 你们会否考虑 会什么时候公布有关的方向 你在什么时候会倾向豁免 让田总去举办马来松 如果是的话 是什么时候的 你们有跟他们联络吗 现在有机会可以回复这个赛事吗 其他的一些国际赛事 比如说龙州赛会在泰国办 你们的防疫政策调整 是否太迟 你们有信心 这些国际活动会留在香港吗 最近也有一些专家说 政府其实要调整他们的措施 你们有一些复长的时间表 有抗疫的路线图吗 在抗疫的政策方面 我们的措施现在是3加4 刚才我说了 疫情确诊数字正在下降 我们正在研究 我们有没有空间 在检疫安排方面做一些改动 我们希望我们会尽快完成我们的分析 一旦有决定会公布 我们听到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关于检疫安排 登机前做检测 我们知道有关的意见 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也会积极地考虑不同的意见 如果你有听到我刚才说的 在做防疫政策的决定 我的方向是希望保持一致性 让我们有最大的空间 让香港跟世界连通接轨 在检疫安排方面 尽量有序去减少不变 我对记者的提问的答案是 在防疫检疫政策 其实是朝着 扩大空间 使旅客的不变减少 有关其他措施推出的细节 我们会在推出的时候 一并公布 在香港举办的一些活动 有关的检疫要求 其实是双方在讨论的时候 商讨一些我们同意的一些细节 我们的态度 使积极地支持不同的项目 无论是会议或者是体育赛事 在防疫要求方面 我们每一次也跟主办方积极地探讨 有关于扎打 马拉松方面 你们知道是可能押后或者是取消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专员跟他们探讨 可能有机会安排新的日期 在探讨的时候 在没有等到我们的回复以前 他们做了决定 我们是觉得是可惜的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继续跟他们相谅 体育专员也会 也跟他们再一次的联络 政府的立场是清晰的 就是尽量方便一些会议的盛事 体育的赛事 我们会携手为香港带来一些市民想看到的一些项目 政府方面 其实是希望可以做有关的安排 我明白 大家 我们经过疫情已经三年 希望可以在不同的方面 可以回复疫情以前的情况 这也是政府的立场 也是我们的方向 我的方向是清晰的 也希望这个方向保持一致 就是跟世界不同的地方联系接轨 让我们有最大的空间 我希望 是寻一个有序的过程去开放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措施 一些不同的安排要做 所以 有序的做 使得不会混乱 每一次的经验 让我们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有序的 去达到我们的目标 下一位 右手边前排黑衣的 我是香港电台的 袁国勇说 这个新冠已经成为一个风土病 应该要服偿 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政府有打算取消酒店检疫吗 香港 这真会有多于一千亿的赤字 这是有时以来最差的 怎么对应呢 还有好像马拉松 还有龙州也去了泰国 政府会做什么 让这些盛事可以在香港举行 政府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 好像我刚才解释 我们会尽力控制疫情 我们的目标 是可以有最大的联通 与国际接轨 还有减低 带来的不便 就是来到香港的旅客的不便 这是非常清晰的目标 我有一个方向 向着这个目标 也会竭力 我们不会回到从前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 我们不会回到从前的安排 另外我们要确保 容许越来越多的上市 要有一个有结束的方法 好让大家对过程觉得安心 也尽量减低带来的不便 因为每一步都会涉及资源的配置 也涉及我们有足够的人手 有合适的支援 好让事情不会混乱 我们也会积极监察情况 我们会尽快做 我也知道 我们需要控制疫情 控散 但是我们也要确保 我们有最大的活动 在社会跟经济的层面 可以进行 我也知道需要 保持香港的竞争力 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联通 所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 向这个方向 我们会公布 我们决定了之后的措施 关于大家 也期待的上市 好像马拉松 还有龙州赛事 当然 我们会尽所能 我们就可以在香港 举行这些盛事 因为所有人都期待 我们也希望可以带来 对香港的经济收益 我们会尽力 与所有的盛事的举办者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清晰 我们非常支持他们来 希望双方也可以朝这个目标 可以办得成 我们公开也直接的 与双方对话 可以为香港找到最好的方案 因为双方就是政府跟社会 都希望有这些盛事 对我们有利的 我希望举办者可以来香港 为香港的利益 香港政府也即便有很多的挑战 也会朝这个目标 努力 关于经济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 对经济的威胁是存在的 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利率高企 还有很多的地方的供应链 也断了 因为就是新冠疫情 我们做的是确保 有正确的动力 可以契机经济 下一个方法就是 下一个期的消费券 快要推出 我们希望可以契机消费 也可以带来一些的经济活动 也可以政府会推出一些的 对中小企的帮助等等 但也有一些正面的方向 好像失忆率已经下跌了 如果你们看到数字 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对香港有信心 即便有新冠 我们的实力还是存在的 好像我们好的基金 我们的低税率 还有香港的社会的抗议力 是非常的强 我们有很多的优势 好像我们是一个金融中心 还有普通发质 我们很多的做法 跟国际的规则做法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优势 时间关系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 右手边前排的白衣的女记者 特首你好 我是香港01的 香港唯一 纸包回收 饮品回收商 不得续月 新加坡政府已经邀请他们去经营 有什么方法可以缓留了 我们很多的大型盛事取消了 人财流失 生育受到影响 好像新加坡是大祸 纯盛 你是特首 你怎样说服香港人 我们是真的有 有志入心的阶段 针对个别的回收公司 因为他们的租月晚节 这个个案 环保署已经接触他们了 也提出了一些协助 比如说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继续的经营 政府的政策是支持回收业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已经主动的跟他们联络 看如何能帮助他们 在环保方面 我们有环保员 已经招标 也有一些公司在那里营运 也有不同的环保的设施在运作 我们支持环保业 土地供应是我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我们支持不同的行业 但是我们要明白 要平衡不同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要向他们提供协助 疫情的管控 使得我们跟国际接轨方面受到影响 那是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方针 是以联通世界最大的空间 减少不变的方向前进 我们会有序的向同一个方向前进 我们会保持方向 不走回头路 大家应该对香港有信心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 我们是有任励的 我们有高智的劳动力 我们的制度有竞争力 我们在很多的领域 也是名列世界首位 我们在克服不同困难以后 我们会开展另一个台阶的发展 谢谢 谢谢